外交战场外来看全球关注的中东军事战场 以色列跟哈马斯开始进入了 向战了 以色列宣称取得了加萨北部完全控制权 他们秀出了占领哈马斯议会大楼之后 高举以色列国旗的照片 星期二 以色列最大的西法医院遭到地面突袭 以军是要透过西法医院来消灭 说藏在地底的哈马斯总部 而国际施压 以色列一定要停火的力道越来越强 以色列总理在国内面临了极大的反弹声浪 有几百多名以色列人开始示威 要纳坦雅胡下台 认为他是整个大屠杀事件的罪魁祸首原则 他应该负责下台 以色列军队在加萨与哈马斯进行巷战 一步一步朝中心挺进 以色列宣称已经控制加萨北部主要区域 并秀出以军占领哈马斯议会大楼后 高举国旗的照片 加萨北部三十多家医院 目前仅剩一间还在运作 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遭乙军包围 它是一座复合式的院区 坐落在密集的民宅中央 以军宣称哈马斯将总部设在医院下方 周二发动突袭行动 哈马斯否认有地下总部 并指控美国复合这个说法 就是为以色列屠杀平民开绿灯 西法医院四周炮火声不断 院内人员努力抢救多名缺氧的早产儿 以色列军方和医院联系 提供行动保温箱 让宝宝撤离 医院上百具遗体 已经在室外摆放五天 再不处理会引发卫生问题 院房开始就地掩埋 周二加萨走廊下起小雨 巴勒斯坦孩童养着头让雨水打在脸上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至少这一刻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炮弹 大人们则忙着为帐篷盖上防雨布 冷空气随着降雨而来 也让难民生活更加艰难 加萨最后一间仍然在运作的面粉工厂 尽管小麦存量还有一个月 但发电的燃油这个星期就会用尽 食物短缺将更加严重 以色列资深官员透露 与哈马斯释放人职的谈判 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协议内容为哈马斯释放数十名妇孺 交换以色列停活五天 以及释放一些巴勒斯坦囚犯 美国总统拜登对谈判结果乐观 认为不久就会有好消息 哈马斯绑架了240名的人职 近日宣称已经有十多人 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 14号以色列人职家属发起五日游行 从台拉维夫出发 徒步走到耶路撒冷 要求政府救出家人 同一天700多名以色列示威民众 在国会外集结 他们认为总理纳坦雅胡 必须为10月7日哈马斯屠杀事件负责 要求他立刻下台 国际施压以色列停火的力道越来越强 法国总统马克宏公开呼吁停火 并警告以国遵守国际法 欧盟高层官员14号召开会议 讨论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的议题 德国外长在会前坦诚 欧盟无法在明年三月前 提供承诺的100万枚炮弹给乌克兰 这也让外界质疑 西方对乌克兰的关注减弱 欧盟则再度重申挺务的决心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